276 文匯報 收藏迷家闢紅館二港抗戰史 2015年7月26日 百姓故事A13在安徽省博州市 倭陽縣宣樓社區內有一棟普通的二層小樓 一面倭陽縣全民國防教育基地的牌子十分顯眼地掛在門前 這是退休人士市庭偉的家 也是他免費對公眾開放的中原紅色收藏館 幾年前 市庭偉將自己的家改造成展覽館 每天為前來參觀學習的群眾義務講假展出的各類紅色史實 抗日戰爭資料 他的者動小樓後來被博州市倭陽縣命名為國防教育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寧潔博州報導對市庭偉稱 他從小就喜歡收藏小東西 對文獻資料有採用的敏感性 在他看來 重要的文字資料及報刊正視歷史發展進程的見證 十分具有收藏價值 者淺採購文獻重品如兩萬件市庭偉的紅色收藏則始於八十年代 截至目前 藏品已有兩萬多件 包括報刊、雜誌、票據等 其中 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的報刊材料有二千多件 親戚朋友都知道他愛好紅色收藏 一有相關消息就聯繫他 因此市庭偉公如經常到處奔走 收集舊報刊雜誌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北京收報紙 當時身上大的錢不夠 還跟親戚者了錢 後來好幾年才幻想 市庭偉回憶 當時在中央老幹部局工作的 唐帝得知一位老紅軍去世 他有許多舊報紙資料要賣 就趕緊聯繫市庭偉 才找到該廢品收購處 我一看 那批資料原來有抗戰時期的 有解放戰爭時期的 患有文革時期的各種報刊 真的十分珍貴 當廢止買真是太可惜了 於是 市庭偉花高價買回 後來他才獲釋 原物主老紅軍生前從事新聞工作 因此收集的都是在當時極具新聞價值的報刊 多地參觀取經免費分享珍藏三十多年的收藏 讓市庭偉收集了大量的文獻資料 記者在其家看道 他共匹出四個房間專門用作展示其收藏的報刊資料 其中不伐重要的歷史資料 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民主政府的紅色中華報 抗日戰爭時期的佛曉報和諸多抗戰的老照片 同時 還包括日本侵華時發行的一些報刊 及解放戰爭時期重大事件的號外等 自2009年退休後 我就想查自己收藏活用 要把這些報刊資料對外進行展示才能發揮他的價值 為此 市庭偉增先後到東北 延安等多個戰役紀念館 及個人收藏館進行參觀學習 最初在窩陽院租了一間120平方米的平房作展館 展館免費對外開放 當時包括政府部門的幹部 窩陽院武裝部的戰士 青年學生等都來參觀 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少的反響 後來 市庭偉搬到了現在的家 便將這座兩層小樓改造成展覽館 長期免費開放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